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创业历程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故事 郭叔 你在中国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在中国是从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软件毕业以后 然后就去北京经贸大学读硕士生 硕士生毕业以后就留在大学当老师 当老师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 这期间我在摩托罗拉北京的总公司也兼职 去美国的凯斯泰公司也做软件 同时也在北京的外企服务公司也做咨询 还有就是教授 还有市场调查一些工作 其实都和自己的专业比较有关 因为我是学计算机软件和商业管理 那我从事的光众基本上应用这两个专业的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你来到加拿大的呢 我是1995年中国国家公派留学 去荷兰留学 留学期间我们就在荷兰 欧洲 就是去市场调查 采访 游览 我觉得好像荷兰和中国不太一样 挺吸引人的 就想是不是有机会去国外待的时间长一点呢 然后去了解一下呢 去欧洲呢就是说申请非常困难 因为它人口很多嘛 受限很难 那我就发现加拿大非常欢迎这个人 移民到加拿大 那我就申请了 当时我在首都经贸大学工作 还在摩托拉兼职 我申请移民加拿大的以后呢 就把这个事就忘了 忘了以后呢 突然一年以后吧 我就收到一封信要求你考外语 雅思 考完雅思以后 然后他就让我办了一些手续说 免试 你可以到加拿大来了 然后我就来到加拿大 比较意外 那么到加拿大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呀 来到加拿大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和这个当时想象的非常不一样 因为来到加拿大以后我就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想从事一些咨询就是说能够把加拿大好的产品 技术带到中国 也希望把加拿大中国的好的产品和服务引到加拿大来 但是呢当时自己的英语呢就是不是特别流利 和中国人相比可以 但是跟老外交流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呢我就想就是说随意而安嘛 对吧 我本来想在中国待半年 加拿大半年 但是这样呢就是说做什么都没法做 那我就是在加拿大老老实实待下来 正好那一年呢 我来的时候呢就是说 也做过一些很多的就是寻找工作的工作吧 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 但是呢不尽人意 我做过洗碗 也做过收银 然后呢我又去UBC又读了一个硕士 本来想去UBC读博士 在UBC任教 但是读完硕士以后呢 我觉得就是说并不像当时想象的那么好 能找到就是有硕士 也不见得能够在UBC拿到就是好的工作 那么我想是不是做点其他的呢 当时呢我有一个朋友 他说那个中国有一个酒非常好 你是不是要引到加拿大来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我不喝酒 对酒呢以前也没有什么兴趣 这个听他说以后呢 我就做了点市场调查 因为我发现呢 加拿大呢 中国人就是说亚洲人很多 但是呢在那个UBC的酒册子上 中国酒却很少 我想呢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自己呢我就说可以试一试 我就从这个酒进口做起 那么作为一个女人又不会喝酒 然后呢对白酒和啤酒呢 又不是很了解 那是什么样的想法 要做这个酒的代理的呢 当时做的白酒在中国呢 销有名气 但是加拿大呢 他们不太清楚 因为呢我比如说 我不可能一下白酒嘛 不可能一下进一个柜 整个柜 因为一个柜差不多要一千两百箱 那我就先进量很大 对我就先进一百箱或者两百箱 那么我就找很多公司呢 他们谁都不愿意跟我拼装 因为白酒呢 在加拿大属于这个特许经营产品 我就想来想去就想 自己是不是能够单独进一个整柜 但是呢单独进一个整柜的白酒呢 就是风险太大 我就想到就是其他产品拼装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到啤酒 因为它价格比较轻嘛 对吧 比较相对来说白酒比较便宜 而且那种装满一个柜 我就做中国市场的调查 联系中国厂家 然后确定呢 我先做一个五重啤酒 就是没有酒精的 那么这样的它的价格轻和 可以和我的白酒一块整柜 那么这个时候 我也有许多的风险 因为对于中国的厂商来说呢 就是尤其是知名的品牌 它要求我们进口的时候 事先交足所有的货款 那么我当时进一个整柜呢 许多朋友都反对我 他说如果万一卖不出去 你就全砸在手上了 而且你自己又不会喝酒 对吧 你会喝酒还可以每天在家喝点 不会喝酒 那么风险是不是很大呀 因为我又了解了一些 其他的客户 我觉得就是说稍微有点底 但是我的风险成分 基本上有80% 因为很多人都反对 他说无存啤酒 What's the selling point 当时呢我就觉得自己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当时也很紧张嘛 压很多钱在里面 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 你有没有预测过 遇到的最大的麻烦 应该是什么 你要做这个无存啤酒 加拿大对这个 label的要求特别高 必须是英文和法文 所以我们做那个 一拉罐的那个罐装呢 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我必须加 五万个罐或者七万个罐 一次压出来 那么每一个罐 它的成本全都摊到 我们的就是货柜上吧 所以第一次的那个价格 是很高的 所以我自己也心里 非常没底儿 但是决定就是冒险 去试一下 心里也有很大的负担 对心里负担很重嘛 有时候也睡不着觉 或者是梦醒了 得没人买酒 金箱箱掉海里了 但是决定就是决定的 所以我现在就在决定 受决定的决定 要不合公图 小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